各位老師教授 今天非常榮幸回到這個我的母校 也是我的母系 我先來做這個電子版本來教訓練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75年半80年畢業的這邊的校友 剛好有這個機會 學校也給我這個機會來為各位老師上這個課程 在座的老師應該有很多我是熟面孔 也有當過我 今天終於換到我站在這裡 你們坐在下面 我們今天就開始上電子版本的教育訓練 這個電子版本 我不從電子版本開始說 我們先從各個設備的名稱 我先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在這個教室裡面 我們配備有三台的投影機 兩台的一般教投影機 一台超短教投影機 包含兩個電動螢幕在兩側 然後中間加上一個電子白板 還有這個叫異化講座 所以老師以後在上課的時候 可以使用的東西就是 第一個無線麥克風 第二個耳錦式麥克風 那就看老師習慣是用哪一個 我是比較建議說 如果老師上課沒有走來走去的話 盡量用這個 因為這個畢竟要用電池 我們現在都提倡環保 所以就盡量少用無線麥克風 或者將來 如果老師講說無線麥克風不方便使用 我們用有線麥克風去做使用 那我們這個電子講座 因應主任的要求就是說 他可以去做移動 所以我們配了EMT軟管 從B面那邊 所以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如果覺得站在這邊 會擋到同學的視線 其實也不會啦 因為我們兩邊都有大的 120吋的投影螢幕 那他可以去移動 可以推到這旁邊 也可以推在中間做講解 那首先我就從操作部 就是我們一開始來上課的時候 應該怎麼去做這個動作 那一開始來上課的時候 如果老師今天上課 都不用任何的投影機 也不用任何的電子擺板 只希望用電子講座的話 我們在這個第一個抽屜 打開有一個控制面板 那在這個講座上面 如果老師等一下結束的時候 可以來看一下 這邊都有開機的順序 我們只要做一個動作 系統電源開 這時候你都不用動任何動作 這一支麥克風一定有聲音 無線麥克風一定有聲音 這樣你就可以上課了 那如果你只是使用 普通的白板的時候 就是這樣就有聲音了 就是系統電源開 那老師下課的時候 只要把系統電源關 他就會關掉 所以其實使用非常簡單 那在上面還有一個 內置電腦的開關 就是說為了方便老師 不用去彎腰去開電腦 所以在這裡會有個內置電腦 的電源關 然後開 上面其實都有操作說明 還有電動螢幕的升降 這樣電動 可是只有這一邊會動而已 因為跟主任討論過之後 就是說 本來我本來是構想是 下的時候 就是兩邊一起下 然後跟 另外跟主任討論之後 就是說 老師有時候可能只用這一邊而已 並不使用那邊 所以一放兩邊都放 不方便 所以跟主任其他的時候 這邊是由這個 DATA來控制 那這邊 這邊 有個開關 就是放這邊的 所以那邊的投影部幕 是由那邊開 那當然這個 我們在使用可能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之後 各個老師可能覺得不方便 還是希望同步 讓大家下跟上的話 我們也可以去做更改 做修改 那就請老師先使用看看 看這個方便性 那至於這兩台黑色的 一般叫投影機 因為 老師使用 可能只有用電子白板 所以我把它 設定 投影機開關機 上面有一個 投影機開關機 只開這一台 短焦投影機 那至於那兩台 就是用我們的 遙控器 老師想要開才開 不想開 不然你一開 就三台全開 一關三台就全關 有時候 並不需要用到三台投影機 那以上 是 依化講座 還有投影機 霧幕的控制 那我先把 兩側的投影機 把它打開 那這三台 這三台投影螢幕 它其實 是同步的 只要 你在電子白板上面畫什麼 或者是在螢幕上面寫什麼 它們都是通通一起同步的 好 那 以上 講解完畢 就是 我們的 操控部的 操控部分的 講解 那 不知道各位老師 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問一下 我們要自己 戴那個 麥克風的話 這邊有什麼地方可以查 如果要戴有線麥克風的話 對不對 因為現在 它 意外講說 輸入源只有 兩個麥克風可以輸入 一個被我耳錦的麥克風 佔掉 一個被我無線的佔掉 那 所以就兩個孔都被佔掉 那如果要增加有線 就變成要有取捨 要嘛就是 耳錦不要用 要嘛就是無線不要用 那其實 拔掉就是 從那邊拔掉 對 我不希望老師去把插 就 摺其一 就可能我們把無線廢掉 或者是 耳錦廢掉 耳錦就是這一支 要不然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可能 看智庭那邊還有沒有多餘的擴大機 我記得機械器好像沒有多餘的擴大機 我們再加一台 擴大機的話 它的輸入孔是比較多的 因為要講說它原本配備就只有兩個輸入 那 像我賣給學校的擴大機 它是有五個輸入 那如果說加這個五個輸入 我們就可以再加有線麥克風 我可能在旁邊開個小孔 讓老師去插有線麥克風 這樣使用才會更方便 所以你可以幫忙刷嗎 當然可以 如果智庭那邊有多的擴大機的話 本著校友會母校的服務的精神 老師還有什麼問題 你那個抽屜有上鎖嗎 有鎖 但是這一間應該沒必要鎖 對 因為它應該不是開放的教室吧 以我對中華的了解 而且現在的學生好像比我們以前 過外力更強 那如果老師沒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我們接下來就繼續上我們的重點 就是電子擺板的部分 因為操控的部分其實跟其他的教室都大容小異 沒有太多的依化設備 沒有像什麼 用環境控制 因為現在有 台大那邊甚至有用到iPad去控制 那我們可能還沒有到什麼先進 像最近做小孩子他家一次都用iPad才控制 iPad走到哪裡 等就開到哪裡 接下來我們就做電子擺板的教育訓練 好 那我們這一個電子擺板 是由我們這一次原廠王毅 那他們這一次也非常慎重 有派工程師來 那如果我講的不好的地方 他會幫我做補充 那他現在說 那其實這個電子擺板 他們這個網易公司 他們本身老闆就是教授 所以他對這個教育的推廣 非常的嚴謹 那我們也得 他們也得到了這個台灣的精兵獎 然後也參加這個表演大會 那在 為什麼現在都一直在推這個電子擺板 因為電子擺板 他在現在的國中校 幾乎每天教室都有建制 幾乎每天教室 那在 師大 教育學系的部分 他們每一個老師 現在新的老師 也都在學習這個電子擺板 以及已經慢慢地去脫離這個傳統式的擺板 或者是黑板的教學 因為他更活潑更沉動 這個是我們做一個公司的介紹 那我現在從開始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開啟 執行這個high teach的程式 high teach就是我們 我們公司一個電子擺板的教學互動軟體 它不是只有 電子擺板而已 它可以搭配很多種設備 所以我現在從 怎麼執行high teach軟體 在我們的 Windows的桌面上 我們有一個這樣的 在桌面上 直接點它兩下 它就可以去開啟我們這個high teach 好 那開啟這個程式 就是開啟起來之後 第二個我們要選擇模式 我們要去選擇模式 那我們有兩種模式 一種叫互動模式 一種叫Power Click模式 那它有什麼不同呢 它有什麼不同 我下面有做減少 這個叫互動模式 這個叫互動模式 互動模式它可以 它是一個三二一的完整教學 它突變模式匯入 可整合我們老師做的PPT 但是它唯一的缺點 它只能整合五動畫的PPT 就是我們PPT常常會有一些動畫 它沒辦法整合動畫的PPT 它可搭配的教學輔助 它可以搭配電子白板 可以搭配食物提示機 那目前我們現在還沒有買 可能下年度我會 介紹給自己 還有IRS即時反規系統 那其實在商學院的部分 他們食物提示機跟IRS即時反規系統 都已經購買了 那因為我們這一次 建置這間教室是比較長處的 那當然在自購的經費也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先把電子白板建置起來 在明年的有預算的狀況下 我們再去購買食物提示機跟反規系統 然後再來互動模式它是支援快速跳頁 就是我可以這樣直接快速跳頁 那另外一個模式是PowerClick模式 它一樣是三二一的完整教學 它跟它最大不同的就是它可以整合動畫PP 好 但是它只能搭配電子白板跟IRS 它不能去整合食物投頁器 那PowerClick模式沒有支援快速跳頁的方式 所以其實我建議啊 老師在使用的時候 我建議老師還是用互動模式的方式去做 除非你一定要用PPT有動畫的模式 因為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應該這樣講 老師可能還不太清楚 就是說我們以前上課都是 利用投影機 然後把老師的PPT的檔案投出來而已 那老師還是只能站在這邊講 沒辦法去跟學生做互動 那我們就是把PPT匯入這個程式之後 直接在這邊做互動 那這個是我們海底局教學工具列的一些功能 那非常抱歉 我在中文的時候才會把這個 兩側的貼紙貼上 那我們現在在兩側都有看到一些快捷鍵 那因為這些快捷鍵 其實因為它是舊版本的 那我忘了帶貼紙 因為我們現在的軟體都是最新的版本 所以變成說你去按這個快捷鍵的時候 是等同那個你按的那個快捷鍵 所以我中午我請同事趕快來把它貼上去 那正確的快捷鍵應該是像這樣的兩列 而不是像現在的圖示 那當然沒有旁邊這個快捷鍵沒關係 我們按藍色這個快捷鍵其實也可以 第一個 它有一個遙控器 這個我目前沒有用到 這個是IRS在用的 這樣幾問幾答 就是我大概稍微做一個簡介 就是學生每個人都會有遙控器 老師出題目 然後他自己在下面按 按答案 然後最後會有統計表 會有長條圖圓秉圖 去統計學生的分數 一堂課上下來 最後每個學生考幾分都會統計在電腦裡面 第二個是提示機 這是我剛才講的 第三個 就是我們在按的這個 有箭頭的 一張紙 然後有左箭頭 這個就是我們在換PowerPoint的上下頁 上頁下頁 然後 這個有一張紙寫一個加 這個就是增加一個頁面 就是說當我們一個白板 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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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到不夠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增加一個版面 再繼續寫 但是之前寫的版面是不會消失的 再來就是切換 它很清楚的就是有筆 這個切換筆型的部分 看你要選擇細筆 粗筆 螢光筆 助記筆 都可以 再來有一個橡皮擦 還有 挑臉 挑臉是什麼 比如在座這邊有很多老師 那我等一下可能我用挑臉的方式 我自己按 他會自己把號碼 好像誰誰起來做答這樣 切換件 切換件就是說 當我們在這個IT局的軟體裡面 忽然 切換件就是說 我在IT局的軟體講一講 忽然我想要跳到桌面上來 那我現在就是桌面了 我就可以去開啟 可能網路 開啟什麼 這個部分 那當然要切換回去IT局的軟體 就是直接按 這一個 一個箭頭 再一個四方形的 一個切換件 那這個是我們工具列的部分 那我們常用的工具列 我們看到這個icon 一支筆 前面有一個螢光的部分 這個叫雷射筆 如果它助記上去 我等一下都會畫給老師看 按助記上去的話 它就是會一閃一閃的 那還有放大鏡 可能老師寫的字太小 你就可以按放大 這邊有放大鏡 去把它放大 跟縮小 然後 切換軟體的位置 這個是為了老師的使用方便 因為老師有時候在授課的時候 它會走來走去 像我現在在這一邊 我可能就 藍色的筆 我這樣再畫 或者是 我做助記 這個 這樣再畫 可是忽然我走一走走過來這邊 那我沒有工具列怎麼辦 我不可能再跑過去那邊按 老師注意看 這邊有一個 icon 就把那一個工具列把它切換過來我這邊 切換我過來我這邊的時候 我就可以 去做 再去點選 去做助記 好 那 剛才我講到的雷射筆 就像那樣 有沒有 前面一個 它就會去做助記 那螢光筆就不會閃 那當然 這一個 我畫 綠色 它就是一個細筆 那當然 因為現在我們有開那個日光燈 所以 其實它比較沒有那麼 很清楚 而且我們的底座主要是黑的 我們如果真的在使用白飯的時候 其實是白色的 所以它顏色就很清楚 好 那 這個是一些 包含還有一個 我剛才說的就是 那個 電子筆記本 其實大家也不用說 就是在這個 上面這個是切換來 切換過去的 對不對 那下面這個就是電子筆記本 它就是像我們PPT一樣 旁邊會先把 你的頁面先 拿出來給你看 方便老師去 點選 就這樣而已 那到目前為止 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都是一些工具列的使用方式而已 沒有 那我繼續講下一頁 重點來了 我們怎麼樣 在上完課的時候 去儲存檔案 就是說 我們剛才在上課的過程中 比如說我剛才的教育訓練 就是老師上課的教材 我們一直在講 一直在畫 一直在做助記 或者是說老師不會錄PPT 只是開啟白板 在做書寫的話 那書寫到最後 你怎麼去把它存取檔案 好 那 它有分成兩種格式 一種是HTE格式 一種是 Image或PDF的格式 如果我們把它存成HTE格式的時候 老師 下一次拿著那個隨身碟 一定要到這間教室 或者是有電子板板 有HIDG軟體的這個程式 這個軟體 才能開啟這個HTG的格式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 我在下節課上課的時候 除了我 上節課寫的資料之外 我還可以再去做修正 或者是補充 或者是增加 都可以去更改 如果你會出 是把它會出成Image檔 PDF檔 當然你就可以帶著到處去上課 任何一間教室 只要有電腦的教室 你就可以上課 可是 唯一缺點是 不能再做修改 你寫什麼就是什麼 所以這就是看老師 你上完這堂課 你要不要把它當成教材 當成教材 你如果想要把它當成一個 制式的教材 已經不需要再修改 你就可以把它會成PDF檔 到任何一間教室 制度教室 什麼教室 CAD教室 你都可以去做上課 如果你還想再繼續修改 那就要會成HTG格式 當然如果有學生想要來跟老師要 剛才上課的時候的筆記 老師就一定要會成PDF當給他 要不然他回去是沒辦法去做開啟的 那老師在PPT的上課過程中 這個我插的話就是說 我們啊 也可以隨時 去做到這個 切換到 可能我忽然想要上網 上中華課大 上中華課大的中文版 好 那這個頁面我想要上課 可是想要上課 我怎麼去寫它咧 我沒辦法寫嘛 就跟我們電腦一樣 我們在某一個網頁 網頁的時候 我是沒辦法去寫它咧 這時候 我們這邊有一個icon 就是一個四方形 然後有一個夾有沒有 它會閃一下 這時候這個已經不是一個網頁了 已經不是一個網頁了 比如說 像我們現在是一個網頁對不對 是一個可以去 touch 它的網頁 是一個可以去 touch 它的網頁 中華課大 中文版 那我剛才 只要有這個icon出現 我剛才不是點了這個 四方形 寫個夾嗎 它就把它拍照起來 我重來一次喔 我重來一次 我開一個不同的 中華然後開學術單位 好 然後 我到high teach的軟體裡面 high teach的軟體裡面 然後按一下這個加 它就會閃一下 然後就出現這個icon 這些快捷鍵 這時候就進到我的high teach 現在它已經不能點了 不能點但是它有什麼作用 好 我可以開始去做足跡 好 管理中華 我們今天上課的中華 好 那 工學院 那我可以在這個網頁 去做任何的書寫 那將來這一個網頁 也會變成你上課的其中一頁 就是你上課上到一半 那你的PPP忽然想要加入一個網頁 你就把它拍照起來 你不用說事前先做 你臨時想到要上什麼網 就去上網 然後最後把它存檔之後 我們就會再 像我們總共有28頁 這個是在第13頁 就存在第13頁 就插在你 其中的一頁裡面 對不對 沒錯 就是它不會去分開到你原本的PPP檔檔裡面 就是你新增的 不管你新增幾頁 它不會去修改到你的原檔 它另外存的就是另外新的檔案 也就是它剛剛介紹的 HTEA或者是PTFEA 就是不會去修改你原先的PPP檔檔 那如果說 老師們就是覺得說這一頁助記是有效的 那當它存成PTF或者是圖片檔的時候 你可以再幫它插回你原先的PP檔檔 做成你日後的教學使用 好,這是其中的一個小問題 就是我們可以去擷取其他的檔案出來 好,那我們跳回剛才上面 就是說 最後我們都完成了怎麼儲存檔案 請教授看 我們可以同時存兩個 HTEA 各頁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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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老師就是 你不管有沒有繼續使用 你兩種都把它存下來 對 方便你自己 特別可以使用 對 就是 儲存的時候啊 儲存的時候就是說 它會讓你選擇 下一列 像我們如果要存存的HTE HTE HTE格式 在軟體列 在軟體列裡面 的HIT局裡面 選擇儲存檔案 或者是零存型檔 最後面啊 最後面你要退出的時候 他會問你 要儲存檔案或是零存型檔 然後選擇我們要儲存的路徑 看你只要存在誰能疊 還是存在低潮 或是存在哪裡 那當然 當然 那個 老師提的就是說 最好能把兩個檔案都存下來 PDA補檔跟 HTE的檔案的 可視都存下來 那 匯出 就是點選我們 IT局的軟體 選擇匯出 在最後你離開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那個 軟體 就是這個 最上面 這個 點下去 它會有很多 我要開機新航 開機舊檔 儲存檔案 或令損新檔 或匯入 或匯出 那匯出跟匯入 有什麼不一樣 匯入就是說 當我們開啟 IT局的時候 我剛才有講 我們要選擇 互動模式嘛 對不對 我們不是一開始要選擇 Power Click 或互動模式 那這時候 它就上面就會有選擇 匯入 匯入的檔案 像我剛才就是把我的 那個 把我這個Power Point的檔部分 匯入進來 匯入進來 匯入進來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匯出 選擇匯出 選擇Image 或PDF檔 然後選擇入行 按下儲存 那 定時發展的方式 建議每一周 就把它插一下 其實我們這裡 沒有什麼太大的回塵 其實還好 那 我們這塊白板 其實 它是 就是一塊普通的白板 你不要想 這個是一個觸控螢幕 其實它是很簡單 它是怎麼敲都沒關係的 它重點 比較脆弱的是在這個四周圍 紅外線感應器 它是旁邊的紅外線感應器 那紅外線感應器 我們也不要用濕部去插 我們就用乾部去插它就好 所以 這個白板面 其實是不太怕 不太怕 不太怕那個 你怎麼去 除非是用刀子去掛它 或者是油色筆 像我 我第一次裝 中華的第一塊白板 是在拆進去 芝蓉那邊 那 因為可能推廣的 不夠 老師一來 就把白板筆拿過來 就直接寫上去 上完 一小段的時候 它又拿了白板的板插下去插 奇怪怎麼插不掉 自動那一塊白板就整個都是藍藍的 那 最糟糕的是 我那時候在教育訓練 我就有說過了 不要用油色筆去書寫 不要用油色筆去書寫 我們要書寫 有些老師還是不習慣 用手寫 那我們在這邊有三支筆 我們有三支筆 有紅筆 有黑色的筆 其實它只是一個假的筆而已 代替你的手而已 所以它沒有任何的電池 都沒關係 你不要去踩破它就好 這裡有黑筆 有藍筆 那因為它沒有任何的電子感應器 那還有 最旁邊有一個小小的 像體擦 那當然 它上面有顏色對不對 你藍色的部分 你就放在藍色的部分 你這時候如果藍色跟黑色 是放相反的 然後你拿黑色的 它只是那邊有一個感 有一個sensor 你如果拿黑色寫出來 是藍色的 好 那至於說 有些老師可能個子比較沒有那麼高 這裡才有一支伸縮的伸縮棒 那我們可以去點它 一樣可以去寫它 好 一樣可以去書寫它 對不對 等一下一下 那個 你延長的這一根 它顏色是怎麼分別 顏色是怎麼分別 就是看你去點這裡是怎麼顏色的時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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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裡如果是點綠色 綠色 它就是綠色 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你上面 預設的顏色 是那個顏色沒錯 可是你還是可以搭配這邊 調色盤子 不是有兩支無線麥克風嗎 一起拿的話 大家錄音的效果會很差 這支有電子嗎 應該都有 沒有 沒有 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前面三個顏色的筆 雖然只有那三種顏色 可是它可以搭配快捷鍵的那個變色 或者粗繫 都可以在快捷鍵的功能列裡面去做變化 好 就是我 就是我們在 點這個筆的時候 它就會讓你有筆的顏色出來 看你要點什麼樣顏色的理 那其實最方便的就是說 我們 一開啟 如果我們沒有賄賂 我們老師所要上課的教材 就是因為 要當成白板 那你用三支手指頭 像我剛才是 這個PPT嗎 我後來講一講講一講 因為我PPT頁面是黑的 可是我有想要寫 我不想要寫在我的PPT上 就是你用三支手指頭 先把它移走 先把移走 我先來寫 我先來書寫我們的那個內容 那可能老師還可以出題 好我的1加1等1 這樣去做出題 那當然 我們出去玩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去做 我剛才講的 去做注記 讓學生去加深這個印象 那 現在這個白板不夠 沒關係 我們帶 我們這白板 是無限大的 可以再去 寫其他的 那最後我們再去把移回來就好 所以我們不要用有色筆去書寫 那 但是我們沒辦法說一定是 全部 老師一定會都記得 或許有個比較提的學生 就拿白板就給你寫上去 這時候怎麼辦 如果不小心 如果不小心 誤用到有色筆書寫這塊白板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要 鼻水乾掉之後 那時候芝蓉就是 忽然 寫上去之後 他又很害怕 怎麼辦 擦不掉 他拿了一塊絲蘑菇 就把它塗上去 然後是有擦掉了 可是整塊白板變藍色 因為他整個就拓開了 因為他還是 他不像白板 那麼的光畫面 他還是有一點點毛細孔 所以他就藍色上去 所以我們要等他乾掉之後 用 我們的蜻蜓牌 日圖削皮擦 去把它擦掉就好 可是不要用我們以前 日圖削皮擦那個太粗了 擦完之後還是會有痕跡 用這種普通的橡皮擦就可以 去把它擦掉 再來 鼻潮請勿放粉筆 我剛才有講過就是說 真是我們的案例 就是很多老師會放粉筆 放什麼 因為它上面有Sensor 所以 有時候老師會打電話 為什麼我拿了 筆起來 或者是說 我這個 我這個 要寫 怎麼寫都是藍色的字 然後就算我點 綠色的 它還是藍色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Sensor 被粉筆遮住了 所以它 這個白板 它認為你是白板 那個 那個 藍色的部分 我說這樣 它遮住了之後 筆拿起來 它也沒有 沒有反應 就對了 所以不要有 髒污在那個筆槽裡面 我剛才有之前有先講過 怎麼關閉這個HIT群 我們一開始有講到 我們怎麼開啟HIT群 就是在桌面 這個Icon 點兩下 點兩下 之後進去互動 模式 或OutClick模式 那我們怎麼會把HIT群 關掉呢 我們在最上面這裡 我剛才講 有一個Icon 我們可以選擇離開 我們可以選擇儲存檔案 另存新檔 就剛才老師提到的 我要想要把它存成PDF檔 或者什麼任何檔案 或者是再匯入東西 或匯出東西 好 那 我把它 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之後 一樣會出現一個另存新檔 這個我們就常用了 當然它下面有 檔案類型HTE的模式 那我們想要把它存在哪一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先儲存在桌面上 我把它存成一個 好 今天是 2012 09 今天是5號 6號 06 那我把它儲存起來 那等一下在桌面上 就會有一個HTE的檔案 那當然我們可以再 再存一個 我可以把它匯出 匯出的時候它就會告訴你 你要找image 或者是PDF 會出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選擇 那我一樣把它 可能HT區09 06 100 求存 這樣我們在桌面上就會有兩個檔案 一個是HTE的檔案 一個是PDF的檔案 這個就是 然後最後我們再去按離開 這個HTE區就離開 好 我有一個問題 我可不可以匯入圖檔 一開始不是都匯PBG進來嗎 像我們以前上課有時候 我們就把書 把它掃描起來 變成 譬如JPG檔 我可以把JPG檔揮進來 然後在JPG檔上面畫畫畫 不行 一定要用PPT 你可以把它掃描起來 貼到PPT上面就可以了 對 所以說 我們這個軟體 它是 還是 目前 教材 就是HTE HTE HTE 檔案 跟PPT檔案 比較少用的是 CS B 跟EAS 這四種 目前只有資源這四種 下一個版本的話 會連PDF都可以 所以說 我們這個軟體它是一套軟體for一套電腦 當然它跟Windows一樣它有一些update功能 所以說你就算關到別的電腦之後 其實應該說原廠它都會故意寫一些BUG在裡面 那你不去聯網你第一次關它就有BUG 你根本就是沒辦法試用 我有試過,因為有時候我拿光碟去電腦關 關了之後我假設觸控式螢幕 我不用買它的電子擺板 他們其實他們等的話就是在賣這個軟體 其實電子擺板其實是比較便宜的 那我有觸控螢幕我就可以用這套軟體 後來去關了之後其實它根本就沒辦法使用 那當然主任昨天有問到說 軟體如果我這台電腦掛怎麼辦 我還是要再重灌一次啦 重灌一次沒關係 你要先把舊的那一套去把它移除 移除之後 灌了新的電腦那一台之後 把需要一樣輸入進去 然後打電話到他們公司或者打電話給我都可以 沒關係,我去跟他們原廠講 就說因為我的電腦壞了 那我就註冊在另外一台電腦 可是那一台電腦一定要能連上網 因為上網之後它會把你更新 因為它給你的版本都是最 最舊的那個版本就對了 那你要自己上網再去download一些新的軟體 將來它如果以後PDF也可以用的時候 你們也可以去update 因為你們是正常的軟體 如果電腦壞掉我直接用ghost回去 用ghost回去 用ghost回去 所以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應該是說你電腦在做ghost的時候 當你有問題的話 再ghost回去就是原來安裝那個時候 所以就不會有剛剛說還要更新那個序號的問題 更新的部分是說 我們下一個版本會有所謂的線上更新 目前是沒有的 那日後線上更新就等於我一開啟軟體的時候 它就會像微軟一樣提示說 我有新的東西讓你更新 那個電腦裡頭有發言卡嗎 現在沒有 現在因為怕那個 它後面會撞上去 對啦 因為如果沒有還原卡的話 最大的問題就是會中毒 對 所以我昨天跟主任有通過電話 就是建議他還是裝還原卡 那主任說 那我寫的東西 不就都可以還原回去 我都不會 你寫的東西 可以存在第一草 那你還原還原西草 這樣就好了 對 那老師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那如果有一些 我們用自己的電腦那些呢 就是說你現在 就是說我要上課的話 可能會要用到一些軟體 那那個軟體這個電腦沒有 所以我可能帶更多不可來的話 那要怎麼理想 應該是說 你要使用電子白板有互動的部分的話 你一定要有這套軟體 那你帶自己的電腦來 你的電腦上面有這套軟體 是沒辦法對白板做互動 就是 但是 DR可以使用什麼樣子 就是 當總便能投影 就跟這兩個部幕一樣 你如果在你的軟體裡面 有教材的話 你可以把它存到你的水冷碟 然後再 關到這套電腦裡面 那如果你只是存用軟體的話 那你只能當它是一塊 電子白板用 就是這樣 我先把它離開 它離開它也會問你要不要儲存頁面檔案 那我 因為我剛才已經儲存過 那 就是在 這樣的頁面狀態下 開起來就像這樣 桌面 那你如果要開IT局 就是直接開IT局 把它開起來 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它是什麼 因為你沒有匯入 任何東西 你就直接點IT局 那 老師 你再弄個來 就是把它當作一般的牌板 去做書寫 那當然書寫完 你可以再去 增加下一頁 第二頁 你剛才這邊有個第二頁嗎 嗯 對不對 十九號 第三頁 那我這樣繼續上課 可是上一頁我想要看第二頁 前一頁 再把他叫回來 再把他叫回來 再前一頁 中華 那 當然老師 你寫的這些頁面 不論他寫了幾頁 我們現在目前就有三頁 我只要再新增頁面 又有第四頁 那我第四頁我當然可以寫很多 沒有東西 最後他還是會請你儲存起來 或者是你不要儲存 你可以 那下一次 他就是一個教材 他也會這樣一個一個人幫你寫出來 這就是只能存當電子白板 還使用而已 就沒有PPT匯入的這個功能 剛才講到那個像PDF那些檔案 對不對 那這台電腦本身 就可以開啟PDF檔案 對不對 所以我開到那一頁 譬如說我要上這一頁的時候 我就是可以用這邊 剛才有一個照相功能嗎 對 把它照了之後 然後就變成電子白板 對對對 我在想說 應該是可以用這種方式來使用 可以 只是說你沒辦法一次全部賄賂 就PDF這樣子 你可能就要一張一張去照 你在PDF或者是他剛剛網頁那個部分 突然想要做個說明 你就按下螢幕拍照 他就是新增進來的白板頁面 那在裡面你可以做書寫 或者是放大縮小 拉近拉遠都可以 那就是做特別註記 或特別說明都OK的 這邊有PDF嗎 老師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像這樣子PDF的東西嗎 對 那 我還要提供序 沒關係 我們就先到中面去開啟 開啟之後我們 把它拍照起來 那這一張PDF 就是我可以去做書寫的 這是我們剛才的那個PDF的那個序號 這是我們剛才的那個PDF的那個序號 這個不是PDF吧 這個不是PDF吧 我把電腦桌面現在做拍照 那我現在做放大 要做特別說明也OK 或者是你要把它縮小 都可以 那你如果縮太小或放太大 這邊有個1比1 你再按一下它會復原來的畫面 那它一樣就是 在你這個白板頁面其中一頁 所以你在上一頁下一頁 你就可以找到整個 在上 在上一頁或下一頁 就可以找到你那一個 你PDF會入的那個頁面 也可以當成你的那個教材 的其中之一 那你就當然就是可以去做 一些那個助記 這樣 還有什麼問題 像剛剛你一個 我早上有拉開你們那個 放比基金電腦那個 那個後面那個旁邊那個抽屜 那個拉出來沒有辦法 有一個卡繩卡住 所以萬一被往前推的話 電腦會掉下去 你說這個側板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你們應該拉出來之後 有個卡繩卡住 拉出來有個卡繩卡 我來想辦法 我剛才忘記介紹 在這個部分 在這個部分拉出來 它可以接notebook 它有VGA 有因緣線 跟Video的線 那可以反動不可能 還有網路線 好 那在桌面上 滑鼠旁邊 還有一個差異USB的線 這是主人要求 我把它拉在上面 反正是在下面 主人覺得這樣比較好用 我也覺得這樣 欸 使用上好像比較方便一點 你就不用彎腰 拉那個抽屜 或者是直接 插在電腦上面 OK 這個是其他的附屬的部分 那至於這個卡繩的部分 我們來想辦法 看有沒有辦法 拉到前面之後 直接用一個什麼卡繩卡住 就不會去滑動 那這個我也會跟 這個 做講座的這個人 去反映這個問題 等一下網路線 我有沒有卡在裡面 後面卡到裡面去 可能因為我等一下再來修 好 那 那 像這樣的時候 我是沒辦法點 因為這個 不是在我們的桌面上面 這個已經被我們拍照 Captro其他 我們一定要點一下這個 才是在我們的桌面上面 因為我剛才已經退出來了 我們交易訓練剛才到一半 有一個查詢 那我們再把交易訓練剛才 會出的檔案 有一個 2012 09 06 因為這個是HTE的檔案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把HITG的檔案 開起來 對不對 來 你已經開了 我已經開了 我已經開了 對對對 那先把這關掉 那先把這關掉 如果這個地址 會是10 1 2 3 1 2 3 1 2 3 直接點在檔案看 現在是 1 2 3 我可以直接這樣開嗎 我可以直接這樣開嗎 我現在先把 海棋局的檔案開起來之後 我選擇教材檔案 那他會請你選擇再拿一個檔案 那我們剛才在桌面上有 存一個 2012 09 06 開啟它 然後點互動模式 這時候他就會把我剛才講的那個部分 去匯 匯入過來 我們剛才講的有畫過的東西 因為被我們存檔掉了 所以剛才畫過的東西他都會保留著 我們剛才上網的那個頁面為其中的兩頁 我們剛才在這裡 我再重複一次 怎麼關閉海底群 好 點上面這個 icon 然後 就會有這樣的畫面出來 你去選擇會入歸出或 連存心檔或儲存檔案 或開啟手檔開啟心檔 或者是直接選擇離開 離開就 他離開的時候他還是會問你要不要存檔 那你不存檔就直接把眼插插就好 那如果想要插入黑板葉 你不想要用白板 你還是習慣用黑板的話 我們在系統設定裡面可以去設 我們一般都設白板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設成黑板 可是黑板我比較不建議 因為畫出來就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對 如果當我們書寫位置不準的時候 該如何重新定位 有 這樣的方法 還有另外一個 請播093599388 電話到我們公司 也不會啦 我幾乎一個禮拜應該會有 三到四天是在學校 反正很多老師應該常常看到我在學校 晃來晃去晃來晃去 晃來晃去 走來走去 看到我就說定位不準 或者叫置頂打電話給我也可以 好 那我還是跟老師講一下 怎麼定位 在這個工具列這邊 在哪 好 好 好 這個 在這個工具列這邊有一個 我剛才講的那個圖示有沒有 這樣的圖示 就是 就在這個右下方 好 然後 我們按到 定位 它會出現這樣的一個頁面 因為有時候用久的它定位還是會把在有可能 我手點這邊它的滑鼠在這邊 然後我們就按照它的順序 它先這邊打十字嘛 然後一閃一閃,先摸著 然後它會爬到左上方 然後換那邊 然後換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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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這邊寫 請點擊左上角第一個快捷鍵的中心位置 然後它這邊寫 請點擊左上角第一個快捷鍵的中心位置 請點擊左上角 這樣定位就完成了 這樣我們再 我們滑鼠會不會離我們的手指是很遠的 有時候你點在這邊滑鼠會再 離你有一點距離 那表示定位好 這個是定位的部分 那我相信很多老師應該是直接跟志廷講的效果 這個是我們如果書寫位置不準的時候 該如何重新定位 這我剛才做的 有九個定位點 包含四個快捷鍵的定位點 那其實這一個啊 如果不想使用電子白板該如何關閉 其實這個 我剛才有跟公眾師討論過 就是有的老師會覺得 灌了電子白板這個程式之後啊 會覺得電腦好像比較滿 那老師如果不使用電子白板 我們只是離開那個程式 可是那個程式還是一直在偵測 所以它整個電腦的效能會比較滿 那我們如果是要完全退出的話 就是一樣找到 右下角我剛才講的這個 這個圖示 下面有個推出 那我們就完全退出 這樣就整個把電子白板這個軟體 是推出的 就不會造成我們的電腦效能 可是現在電腦效能都還不錯啊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好 那就是分了兩個 第一個是我剛才是離開 離開只是離開這個軟體 沒有排擠它 可是它還是一直在跟電腦 電子白板在做溝通 所以它還是會吃掉一些電腦的資源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們是要完全退出的話 就是從這邊按 然後就是 左鍵點一下選擇退出嘛 驅動程式整個都關閉掉 好 那如果剛剛有 要重新再使用電子白板 前面這一頁 上一頁 對 退出之後 對 開啟哈佛12 一樣 點檢桌面 我先讓老師看一下 然後去開啟哈佛12 就是 我點一次 開始 然後 然後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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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PPER SERVER 然後把這一個 開 點一下 開起來就好了 對 可是這個是看每個老師的習慣 一般老師 這個是比較細的部分 老師應該都不會去把它關掉 就是只是把頁面上面關掉 只是說 有時候老師怎麼點 那個 怎麼那個 HIDG沒有什麼 就是他把 HUPPER SERVER 關掉 我們就可以去找到 再把它重新啟動起來 好 那 老師還有什麼問題 請教 這個是原理 就是用外面的紅外線 去感受 手的位置 對 所以其實這塊板子 其實是 就是一般的白板 沒有Sensor 沒有 那旁邊這個框框的話 就是萬一 不小心被遮到我幾張子 就會遮到 手的位置 對 對對對 就是有灰塵 大部分都是灰塵 那當然 科技日新月異啊 我是覺得這個在 兩三年應該 等到 那個 LED面板 有辦法做到 這麼大的時候 就 沒必要去做 投影機 投射到上面 其實我們現在 常常看到的 運用的是 氣象報告 有沒有 它是不是有很大台 一台60吋電視 然後 好像中式还哪 它是5-6台 平在一起 然後去做 書寫 那個其實就是 電子白板的功用 只是你現在買到110吋的液晶電池 其實價錢是很驚人的 而且目前好像市售的好像沒有到100多吋的液晶電池 所以如果這樣液晶電池這個Panel 已經可以做到那麼大 我相信包含投影機可能都會被淘汰掉 為什麼現在投影機越慢越貧 三千六名還在一起 今年開出來好像剩一萬五千多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一些西洋產業 那老師 剛剛講的28頁講義沒有應存資本 那能不能請自停Mail給哪個老師 可以啊 就是那個PowerPoint 我那個PowerPoint是留在這台電腦裡面 那如果老師有需要 我直接 有沒有在桌面上這裡有兩個 我把這個刪掉好了 只剩下一個電子版本教育訓練 老師只要有需要 就拿水晶電來把這個PowerPoint把它摳過去 還有沒有其他老師 他有人在哪個剛才這邊 他最近沒有網路 因為快捷線看路啊 有啦 有啦 後來有網路上網 上網 他沒有給線 直接沒有給李志廷 好像他沒有給我 哈哈哈哈 就沒有回到 這個議員可以要在飾到 現在應該有下40嗎 現在應該有下40吧 我們從這邊開始數好了 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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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我們來,我出幾個題目 二號 我們上來操作一下,要不要我們輕鬆 當初沒有當我的老師 要操作什麼 我出題目,我們現在在 海底局的軟體裡面 我們怎麼樣去開一個網頁做教學 我出題目,你來做比較好不好 我現在是老師,你是學生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教了二十幾年,我比較知道說老師他進來的時候 他比較需要知道什麼東西 因為其實很多細節,他並不是那麼的需要 那我是說,我出一個老師可能最基本的 比如說進來不要用白白筆去寫 他最基本的操作,我來出題,然後你來做一次 然後再請其他老師再來做一次 好,可是我還是希望你先做我的題目 好,一樣喔 老師不會嗎 不會 那我再挑下一個學生,先當掉 我們再挑下一個老師 我要出的題目就是 我在海底局的教學中 忽然想要上網 去做網頁的分析 或者是教學 那我怎麼從海底局的軟體裡面 然後做成一個頁面 好,那我們跳 一樣從這邊 這樣數過去 開始 好,六號 一二三四五六 我再重複一次題目 我再重複一次題目 就是我現在在海底局白板的教學當中 我現在在上課 一加一等於二 可是我上到一半 我忽然上到一半 那我想要利用一個網頁 去做一個分析的圖表 然後來插入來教學 那這次我應該怎麼做 那在監察室上來 操作一下 我現在在海底局的版面當中 這兩個一樣嗎? 哦,一樣 一樣 好,上 再加一一 看他怎麼沒有加一間 加一 再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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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 那個加,是那個十字的 十字的拍照 拍照 再一個 下一間卡弄 再寫 拍照 拍完啊 現在就可以寫 好,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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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蠻認真的 可是還是有同學提示 好,那我現在在 我現在在做第二個 第二個題目 一樣挑老師 就是 起來我們做一個操作 因為 其實老師要使用 多用 才會發現問題 說真的 你現在叫你提出問題 你們還是 提不太出來 那,我希望在兩個月以後 那我 我會再 問志廷 看老師有沒有時間 我們來跟我討論 或私底下問我也可以 好,老師有什麼問題嗎? 剛剛你操作那個挑人 那個動作可以再 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在這個地方 其實它有很多 在這個地方 有很多工具列 其實老師都可以試著去看看看 這個比較少用到 我們在大專裡面 比較少用到的就是 我可能一個三角板 這個小學 因為我們以前小學生 我那個年代 我不知道老師那個年代 老師會拿很大的 木頭的三角板 貼在上面 貼在上面 或者是 貼一個 圓規 現在圓規就直接 一個畫面 透出來 那當然在這個 icon裡面 它也很漂亮 我再重複意思 就是在中間這個 icon裡面 有一個人 問號 填下去 那當然 它可以去設 這個範圍 我們班可能只有 四十個學生 就設一到四十就好 不然它會挑 超速到五十幾 六十幾 這個是挑人 所以在這個 icon裡面 你可以很多 去做選項 圓規 圓弧 或者是一字詞 詞 詞是可以畫畫的時間 對不對 這怎麼用 換方向 這個給你 因為這個我沒有用過 小學生我沒有教過 這個只是一個規則 就是 當你要畫一個三角形 畫得那麼正確的話 我們開個牌板 就要進去 它就可以點選你要的朋友 它只是一個輔助工具而已 那邊沒有很大 可以旋轉嗎 旋轉 應該沒有辦法 想那個就 那邊圓規 對啊 它是可以旋轉 圓規是打開嗎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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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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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同學 好 那 剛才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 挑人嘛 那我再來出一個題目 當我們站在左邊 左邊教學的時候 那忽然我站到右邊 我怎麼去切換我的快捷鍵 那 這樣的題目 我們請 老師 11 1 2 3 4 5 6 7 8 9 4 11 你說切換上面這一個嗎 好 非常正確 請教他這裡為什麼會出現一個人的名字 那是你先輸入好了嗎 對 其實我們在 其實我們在如果以後有 將來有IRS 我不曉得老師 在座老師有沒有用過 負動式教學系統 反饋式教學系統 在財經跟 那個 美軍是 國企 他們都有 所以當他們在 因為他們商學院都比較有錢 我們工學院都比較有錢 我們工學院都比較有錢 我們比較有錢 他們都買電 可是你們都買那個儀器 對啊 對啊 一台CNC就嚇死了對不對 他們買個軟體 我們將來如果建置好啊 各個班級啊 然後也有配合IRS 配合教材提示機的時候 當我開啟HIT局這個軟體的時候 他除了叫我們 互動式模式之外 他還會請我們選擇班級 那 如果老師把班級都建置好的時候 比如說我選 99年度 2年 某一班 100個人的 那 他就會出現 在選人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那個人的名字 跟照片 選擇好之後 開啟互動模式 對 那如果以後選人 選到那個人的時候 他就會有那個人的名字跟照片 好 蔡立學 這樣子 如果以後把這個都建置好 可是這個比較用在 如果為了要選人 然後去建置這個班級 其實比較累 對 那 其實如果有IIS 是因為要去統計他上 隨堂考的分數 對 老師可以急問其他 或者去做 或者去做 像我們的 客戶組那邊 我們sail 班級做號 嗯 那我放進去的時候 可以直接去抓那個號碼嗎 對 你都是把它打成sail 之後再賄賂 對 這樣子他就去抓那個 這樣可不可以 那如果有一個點名 就是班級的成績冊 嗯 那上面就有1到40個同學的話 那你點到40個 然後去抓那個 沒有沒有 這個可能要叫制品再去做 因為我們有他的那個一個格式 然後賄賂他的學號 賄賂他的姓名 這樣 對嗎 對 對 這在IRS的部分 比較 比較多 去用 就是這個部分 啊 因為 我們沒辦法 我們目前沒有買IRS設備 有嗎 他在IRS就是這樣 他會出來 他會 有很多 學生的號碼 他每個人的學生上 手上都有遙控器 一開始上課的時候就請 學生 拿著自己學好的遙控器 去按 隨便一個按鈕 只要是返紅的 燈號表示他要來上課 沒來 沒返紅的表示他是沒來 那其實這樣可以做一個點名的 一個功能 那再來老師就可以配合 電子版本去出題目 做幾問幾答 最後下課的時候 會有一個統計表 1號得幾分 2號得幾分 或者是你要做 試調也可以 這樣 可以 就是出來他會有這樣的一個長條圖 或者是 你可以馬上公佈答案 這樣子 不知道老師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那個最後的時候我不可以想說 請麻煩就是說 呃 因為老師要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全部把他一次剛剛講的消化掉 是有困難的 可是已經馬上面臨就要開學了 所以 可不可以應該最常見的就是 我上課的時候在這邊寫字 然後再新增下一張這樣子 然後回存 就把這個 就我再重複一次嘛 對不對 過了跟老師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OK 我現在重來一次 簡短的 概要的 其他的不需要的 我都通通不要講 第一個一進來 老師想要用麥克風 不想要用任何的電子設備 只有存麥克風 我們就是把第一個抽屜打開 等一下老師都可以來看 有個系統電源 開 開了之後 你的手去比另外有說攝影機 電源系統開 開了之後 我們的麥克風就可以用了 可是我們現在所有的設備 是沒有開啟的 只有存麥克風 只是我們先把電源開啟 再來 你想要用電腦 這邊有個內置電腦 再按一下 它就會把它關閉 反而就會把它開啟 電腦就會把它開啟 再按第二次才會關閉 所以它不用下去 我去按那個PiO 當然你 你老師喜歡按PiO鍵 習慣去按PiO鍵 你可以去按PiO鍵 再來 電動螢幕的升降 我剛才講到的 在我的後方 這個是靠這個上面 控制的 那當然 主任剛才有跟我溝通過 他還是希望把它改到B面去 對不對 還有遙控器 還有遙控器 所以以後這個功能也會喪失掉 就是 各開各的 一樣回到最傳統的 不要在上面控制 就是在B面上 控制 那 還有 這個有鍵盤 還有 投影機的遙控器 Epson就是Epson的 BenQ就是BenQ的 但是BenQ這一台 直接 在這邊就可以開了 不用 拿遙控器開 當然老師習慣用傳統的遙控器開也可以 單獨一台再開也可以 這是 超痛苦的 還有 我剛才講到旁邊有可以放到不可的地方 可以插VGA 可是你插了VGA之後 跟插了聲音之後 你在這個上面控制盤上面 一定要選擇到 外接電腦 那選擇到外接電腦的時候 所有的 因為我現在沒有接到不可 所以他就沒有太過 因為以前我們是要拿遙控器去切吧 切 以前我們是插VGA 一插就有了 那因為我們現在有內置電腦 跟外接電腦 所以必須這裡選擇 要選擇外接電腦 那要切回內置電腦 就直接按內置電腦 那當然他還有其他功能 什麼DVD 因為目前我們這裡沒有裝DVD 所以不用去切它 那這個是 依化講座的部分 再來 重點 電子白板 海底群這個軟體 怎麼開啟 在桌面上選到海底群這個軟體 你可以在電腦上面點 當然你也可以在電子白板上面點 那電子白板 有時候老師點這個兩下的時候 比較沒有 那麼的 怎麼說 沒有那麼的習慣 所以我會建議老師 如果 點這個 海底群軟體的時候 你如果是這樣點 怎麼都點不開 因為它有一個速度在 那比較簡單方式是摸著它 然後按開啟就好 如果你 沒有 因為我們常常在用 所以我們那個速度 抓得比較拿捏 比較準 很多老師是 就是他 那個速度可能太快或太慢 都點不起來 所以我建議摸著 點開啟就好 好 然後 開啟之後 下面這些 選擇班級 看老師要不要選擇 先不用選擇 沒關係 你要選擇 你的教材 這是重點 你要賄賂什麼教材 先把它賄賂 比如說我要賄賂桌面上的 電子白板教育訓練 然後 選擇 互動式模式 奧克力 只有插在你們的動畫而已 這時候他就會把我的 所需的檔案 匯入進來 匯入進來 再來就是 等他一下 他就匯入進來 那我們最常用的就是 上頁下頁 或者是 筆的地方 紅筆藍筆 我剛才講過 你如果不習慣去點這個 你就直接拿 藍筆起來寫就好 這是最方便 好 那如果說 這個是要賄賂教材的部分 如果說 我們不想要賄賂教材咧 我們一樣開啟 開啟曲 開啟 我們只想要用白板 我們就不要去 不然大家要直接點 互動模式 這時候 這是最簡單的 拿起藍筆 寫 寫完之後 這邊有個新增頁面 我們在新增裡面 我們在新增裡面 我們就到第二頁來 繼續寫 第三頁 第四頁 好 我們一直在寫 我們右上角都有一個 第幾頁 第幾頁 我們當然可以回上一頁 講一講 忽然想要上一頁 要講 再把它回去上一頁 講就好 這是最簡單 基本的電子發動功能 就只有這樣 那 老師想要把它擦掉 再拿橡皮擦 把它擦掉就好 嘿 當然 我剛才忘記講到的 我拿橡皮擦 一擦 是擦這個部分 可是我如果是 我這個是一個筆順 我這樣一擦 就把筆順擦掉了 那有時候老師是想要擦 一點點而已 可能我在自圖的過程中 我只是哪裡 塗出去 我想要把它擦掉 橡皮擦 差一點點的是哪一個圖式 中間這個 對不對 不是啊 第一個第一個 我可能只塗一點點而已 因為有時候我不是要全部把它擦掉 這樣一個筆順 這樣一個筆順 然後我就點橡皮擦 比一個 我可以去擦 塗掉一點點就好 我就不用說那個筆順 我一擦 我就全部擦掉了 請問一下 可不可以同時兩點 不行 不行 我剛才講的 是空外線嗎 對對對 他 對對對 他就是 他沒辦法還沒有這樣 iPad可以 幫他縮下 多一點出口 對 他多一點是移動而已 對 還沒什麼問題 這是簡單的 一個是賄賂檔案的 我剛才有講過了 一個是用白板 那其他的功能鏈 就老師去試試看 很快就可以上手 那等到上手之後 再來上一次課 就會有很多人舉手 我用的過程中啊 我怎麼樣 哪裡出現問題 都可以把它助記起來 那我們在下一次的時候 下一次其實不會很久 大概在兩個禮拜 我會辦在美軍的一間 一樣是在上課 那上課 我們所有學家的老師 都可以一起來上 兩個禮拜也太短了啦 因為剛開始學一個禮拜而已 沒關係 兩個禮拜如果太短的話 因為美軍那邊老師 也要幾次要上課 其實美軍他們系上的老師 其實已經上過一次課 因為他們在去年的時候 就有裝電子白板 他們也是一樣會上第二次課 再來 我會辦一個比較大規模的 可能在五樓的 日清樓五樓的教室 我會把所有的設備 一次展示 其實那一次就不叫做教育訓練 那一次叫做研討會 那一次的研討會 我會 就是 做一個證照 那 有上過課的老師 都可以理這個 尿教室的證照 這樣 就是我們公司提供的 那個 電子白板 因為 像上一次 我不知道 為什麼美軍 他們商學院 他們都需要證照 像他們上一次上過課 他們就要求 我要 原廠開證照出來 我不曉得 他們要這個證照做什麼 有 對啊 是嗎 所以 如果說機械器有需要的 也不需要 有嗎 有嗎 我們有準備 你們可以幫我們 教你們公司的價格 好嗎 好嗎 好啊 我上一次是去買那個 證照 然後還有 孔定那種 我想請問一下 這件事可以上 上網嗎 對 那我上網 我要查 這樣能不能用手是手寫寫的 還是說 要這邊 用鍵盤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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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就是 作業系統是XP的 XP還沒有支援手寫的功能 所以你在 在 開網頁要查詢還是要用 對 那你如果是WIN7 好就可以 WIN7是可以 也有支 對 它裡面有內建支援手寫的部分 那 這個是沒辦法 蛤 就放WIN7就好了 當時沒講 其實手寫其實 我覺得 不是 就像Android在手寫 我還是建議你來這邊 直接鍵盤打一打比較快 既然有住 住音符好的 蛤 有不住住音符好的 住 WIN7有啊 WIN7有支援 那個旁邊有個小鍵盤 有 有 其實你這個也可以叫他內建的小鍵盤出來 對啊 只是說看你方便 你覺得在這裡 其實在這邊打還是比較快 你上面按很慢 對啊 不是按我說寫 是寫字 哦 手寫功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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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手寫都是WIN7以上 甚至之後的WIN7也是一樣 對 對 其實這裡也是我們現在用字會型熟悉的一個 那個 那個 像 我女兒他們都喜歡用波波摸摸的 變成他們字還不會寫 對啊 那我是喜歡用手寫的 常常會 可能想到一個字 然後寫不出來 可是你波波摸摸是注意得出來 沒有 請問 老師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問 請問 老師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問 像是我們 影片拖定區的話 那 直接電腦可以使用 影片的部分 電腦可以使用啊 可以啊 你直接拖出來 他還是直接 就在電子板板上面拖出來 只是我們的 還是舉 所謂的匯錄教程 蛤 是匯錄嗎 匯錄教程 呃 影片不能匯錄到我們的教材裡面 所以現在如果電子麥板 他就是不知道 電子麥板 用電子麥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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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喔 你說旁邊撥影件 這邊用電子麥板 是不是 不行 老師 當然那個 漂亮老師 他的意思好像是說 要在HIT區裡面會錄影片 可以嗎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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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跟一般的電腦是一模一樣的 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你裡面有軟體 有播放程式就一定可以 我看裡面好像是有的啊 Media Player是有的啊 T2你就是要這支麥板 或者你就是要這個電腦 對對對 對對對 除非你都製作成PPT檔 所以 因為現在 他們商學院的教材 其實啊 都是PPT檔 所以會錄教材 像是PPT跟PDF 你過程都可以嗎 PDF不行 過程不行 你都要做成PPT 這樣子喔 對 那如果有一些文件 想說在那邊 你可以 我們剛才用截取的方式去截取 下來 就拍照的方式 對 來 不可以啊 我會有這個功能嗎 以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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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今天 把一本書 一本教材鋪上去 在那邊就弄得出來 應該是比較方便 對不對先前那種 一般電 其實這個就是要靠主任 明年要幫我們買教材提示機 你如果是只有課本的時候 教提示機放在這邊 你只要把課本放上去 他就會投到這邊 他就會投到這邊 老師懂意思嗎 老師懂意思嗎 老師知道那個就是 放水的工廠去教材 對對對 只是說我用PDF一個文件 我能夠匯入教材 對 這個我們公司在努力 對不對 我們已經在寫這個程式 就是PDF直接可以匯入 會入到教材 一般人就可以把PDF 對 對對對 因為這是比較常用的東西 對 因為這是比較常用的東西 不然就是說 在POPER裡面 我們就可以玩 對 那一張我們在POPER的話 可以玩 還不再 在POPER裡面 你說超連結嗎 對 對 就是我把他 到裡面還是好 因為老師 那你選的模式 就不能選互動模式 你要選那個POPER一個模式 對 對 你說超連結的部分 對不對 對 就要選POPER一個模式 對 對 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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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老師 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 關於 關於教學上方面的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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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